Naleo聊事介意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Naleo 今天来看AM战队对上GLO战队 这个比赛是最终之战 AM战队因为解散的关系 可能是为了纪念 AM战队的成员 跟GLO战队的成员 要来打一个4V4团战 这场B2是 有点像阿拉伯的感觉 看起来像是阿拉伯 但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是AM战队跟GLO战队 最后一战 由于HERA已经加入GLO战队了 所以GLO战队呢 其实是有HERA在的 HERA而不是在AM战队那边的 好 先来介绍一下文明这部分 先来介绍伯恩帝这个文明 伯恩帝的话 拥有这个马旧科技半价的效果 前期很容易打出这个品种出来 没有 他没有品种 打出这个耕种技术出来 还有这个重装骑士升级 电用时代还可以速游侠 所以伯恩帝人呢 打起来是比较偏有节奏感的文明 而且经济加成呢 可以提前一个 升级经济的关系哦 经济科技的关系 所以他的大法比较偏浓一点点 但是伯恩帝人呢 他如果前期点太多经济科技的话 会造成他的 这个赤猴数量 会不够多的问题哦 导致让队伍很难受 所以这边就要来看一下哦 伯恩帝人这里要怎么打 这个节奏出来才行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的哈特选择了 这个斯拉夫哦 那斯拉夫人的话 打法虽然也可以打骑兵 但是城堡时代只能打一般的骑士哦 如果要打保兵单位 一定要等城堡出来之后 那也是帝王之后的事情 所以斯拉夫人呢 前期打法会比较偏向于经济型打法 毕竟农田有这个加速的效果 前期可以出更多肉马 后期再转出骑士 重装骑士再转这个贵族铁鞋 会更加适合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不利甸人 不利甸人在团战的表现 其实是马马扑扑哦 不算到很强 但是到了城堡时代之后 这个专属打法 树地然后巨头 然后赶快出强弩 给对方更大的射程压力战 甚至要守私城镇中心 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利甸人在团战的话 虽然表现前期不是那么亮眼 但是到了中后期 这个伤害力是非常强大的 好那接下来介绍MBL 选择的文明是易索碧亚 那易索碧亚呢 在团战的前期表现 有这个升级时给100肉100斤的效果 所以更容易可以点下一集射 升级的方面也会比其他的弓兵的名还要快 而且 伊索碧亚的弓箭手的攻击速度 是游戏里面最快的 所以要压制对手 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GL在队选择的是越南人 越南人这里的外加策略 一样是打这个弓兵 弓兵单位有这个血量加成 而且经济科技的这个造价非常便宜 而且研发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有点算是弓兵版的伯恩帝人的感觉 所以有经济加成也是特性蛮多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道德这里的文明 道德这里的打法是选择了达达人 达达人在内加的表现 通常都是出草原骑兵跟雀雪作为主力 后期有可能会转马功 但是以情况而定 不太一定会出这个马功 但是草原骑兵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内加Sviper选择的是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在团战表现 帝王骆驼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单位 通常不太会打出对方骑兵果 但是非常害怕对方的工兵单位 所以印度斯坦这边 Viper选择的这个文明 也算是孤注一指 这就意味着右边的这里的 这一家 那家的骑兵是稍微偏弱的 外加的不列典 可能就可以尝到一些甜头 但还好 不列典本身是没有拇指环的文明 所以Viper的骆驼 可能也不会损失的太快 好那我们看一下 意大利人这里 意大利人打法还是一样 打这个工兵单位 而且升时代有折扣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所以打起来团战来说 会比较容易被压制住 好那两边都已经准备了 已经升到封建时代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两边都是打一个18匹 但是巨楼战队打17匹的人更多啊 17匹17匹 两边都是打一个 超级超级快的一个策略 超级快的那种 现在想想以前的19匹20匹教学 根本就是个笑话 现在大家都在打 偷之沐上封建时代的一个做法 太狠了 好 我们这个墓墙有点危险了 好 Viper跟塔塔两只漏码 赶快敲 阻止对方盖射箭厂 能拖到一点时间的话 也是拖 哎呀 这里墓墙被打破了 冲进去打聪明 好 赶快反推一下 但是漏码进来了 这只聪明最后没事 好 上方也是 两个人都在互打 这里被迫按了一只枪兵 去赶一下肉马 好 双刺剑厂也补下了 Viso PR 双刺剑厂 出小弓 那打魁呢 也可以补下冰工厂 去点这个一级射 可以早点点 没有关系的 好 那这边已经有枪矛出来了 哎 结果意大利人 直接鬼转枪矛 我不跟你打工兵 打枪矛 是有意识到意大利这个文明 很容易打输一般的工兵文明吗 确实是 而且意大利人没有经济加成 打起来有点尴尬 就好像是波兰外加一样的感觉 打起来很容易打输 好 两边都是打一个非常非常稳定打法 和意大利人这边打枪矛 会有用吗 那枪矛最大问题就是 毛兵打不已漏嘛 一定要靠自己的枪兵 所以枪兵的控制力 就会显得很重要 好 Wipe这边骆驼 现在还不能出 现在只能出漏嘛 所以印度斯坦的特殊能力 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出现 NBL在左边 左边的位置是 補了双射箭厂 然后加里稍微微一下 但他并不知道这边可以直接围到底 就可以把这里围得舒舒服服 好 Hera这边是越南攻兵出门了 36滴血 比一般的攻兵 血量多有6滴血 整整可以扛两发箭矢 应该说多扛一发 第二发会死 整体来说 越南人在前期打法还算不错 而且中后期也可以考虑转大象 那以一般的打法来说 应该就是强奴 然后转藤甲 最多就是这样子 甚至不转藤甲 或许可以转马弓 好 最后战队 这边是 开始有人点一下一级射 两边外加的文明都点了一级射 但是Riper这边明显 有点打不太赢 对方的弓箭手 黄金兵还是比较给力 这里枪矛的主动权并不多 呃 不列颠 这里待会进攻的重点 是要先收掉对方的枪兵 只要枪兵一死光 这里的弱马就可以尽情地往前了 好 这里毛病 打过六手 很痛 一发一支 弓兵 好 一级的弓兵 铠甲赶快点 好 下方绿色这里有一波小打斗 弓兵跟弱马已经冲到了后方 那家的尼可夫 我跟地人 经济 还不错 二级冒木已经点了 好 所以他这边偷弱马 偷的有点多 现在只能看到 弱马数量非常稀少 不是尼可夫啊 看错了 哈特这里 哈特的弱马在前线 对 我这里被打的是 哈特 而不是尼可夫啊 我想为什么尼可夫的弱马这么少 原来不是 他的弱马还是很多的 六只 好 但是家里后方已经爆炸 这两只村民 有机会逃掉吗 没有办法 村民赶快用拳头 反击回去 好 但是哈特的家里 没有办法转出更多弱马 这里还在被迫打前线战斗 好 两边都死伤有点多 好 阿特的弱马只剩下三只 好 这里枪兵快过来 好 毛兵赶快往前丢 多换点工兵 好 意大利枪毛前压 好 这个打法 之前在影片上面讲的时候 然后有观众说 工兵闻名怎么可能打枪毛外加 结果现在直接选手 打出来了 只能说这个游戏 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既然大家已经被固有思维 固怕思维 就认为外加一定要打工兵 但其实外加能打的策略还是蛮多的 比如哥德的塔弓拱战术 或是装甲塔 这也是外加有的方法 但是胜率稳不稳定 又是另当回事 已经高手们 会挡这些特殊打法的人 赢下来的几率还是偏高的 好 那上方 Hera 这里是跟NBL工兵稍微互打一下 结果直接掉头就走 往的方向是 Wipe加 Hera加里稍微有弱马被骚扰 现在他的弱马都在前线 想要帮助 意大利人 这边继续进攻 但这里金框位置实在太好 正后方啊 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 好 黄兵继续点下枪兵 枪兵全部点光 后方的Hot 经济稍微回忍一下 受到了一些经济骚扰 村民处死伤了点多 只剩下29只村民而已了 好 现在村民处最少是AN战罪的 这个Hot了 好 那里塔塔扶下了 意大利的更多的枪兵 跟毛兵 但是我们错过啊 这个枪毛前一样 最大问题就是压制力不够强 你要击杀对方村民 是稍稍有点困难 好 被收村 好 鸿鸣出来 回头射一下 又被投掉了一只 第二只有机会吗 没有被打到 好 AN战队 两边点下了城堡赛 塔塔这里也点下了城堡赛升级 好 这边尼克夫很关键 这边待会重装骑士 可以主宰整个骑兵果 但是VIPER是印度斯坦 所以又不好说了 是遇到VIPER的话 可能就不好说 还是遇到她 她的对手 应该是还能打 好 这里直接手势一个射箭场 现在补利店 后面要补射箭场吗 还是有要挖石头盖堡呢 都没有 那应该后面还要再补个射箭场 我会再补两个吧 好 这边赶快想要打出优势来 这个射箭场还是可以救一下的 好 护点护点 好 回一个射箭场 好 这个射箭场是爆了 好 这边目前没有太多打斗 现在又要全军聚集在这个位置了 NBL家里现在也是非常稳 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都是处于偏浓状况 就只有这边在开打而已 好 阿扯这里也补下了品种 城堡时代好1分45秒 但是这里的毛兵还在持续夾置张中 以大利人使用时代二级射 在毛兵升级马上补上 但是这边要转枪兵吗 还是要赶快转银跟宝出来 好 护了一个大学 直接硬点弹道学 好 这里就我们走进来了 哇 这里挖金的聪明直接被断金 意大利人 这里的枪矛战术 跟Vipe的弱马打出了优势 护了一点 赶快要升级奴兵 奴兵有在升吗 有 现在有一攻的射程优势 护了第一人 重装骑士 开始主宰战场 护了第一人 这边骑士 优势还不错 但是遇到工兵还是有点软 秒为止马卡 好 下方这里又有一个小打斗 哇 哈耶瓦这边的工兵 直接把哈腾弄爆 只剩下32只村民 好 护了第一人 这边继续溜骑士 看会溜到 好 NBL这一坨工兵走到了 道德家 道德这边盖寶可能盖不起来 工兵要继续追 哇 Vipe这边也没法救他家的队友 因为骆驼很难扛工兵啊 好 但至少下方这里 给到了更多的压力 现在重点是在这里 NBL这一波打得很漂亮 让道德冲一处只剩下40只村民了 重装骑士还直接冲到农田里 哇 这一波 NBL跟尼可夫打出了很好的联动 但是哈特这里也快没有呼吸 工兵继续压制 骑士继续追 百可德洛马 这边越打得越紧张了 好 黑洛拉这边工兵赶快驱逐 这边的骑士 好 准备要来下一家打Vipe Vipe这里是转出了骆驼 稍微压制回去 但是弓箭手来 要撤 要撤 这里稍微收撤 先解决后方骑士才行 好 这一坨骑士 赶快去帮一下黑洛拉的工兵 工兵这一坨没有解掉的话 哈特会整个大爆炸喔 哇哈特这里不行 Vipe这一波救工兵救的实在太好 怎么打前线啊 又可以守家里的 哇Vipe这个手术是真的快啊 好 这一波守住 这一头兵还是没解掉 哈特村民处又回到29村 紧紧 省甘爆炸 好 那现在枪毛前压的意大利人 用毛病在偷打村民 小打小呢 还是有机会找到几只村民的 有二级色的战毛兵 伤害就不一样了 好 左侧的工兵继续抓 哈特这里 没有人可以帮他 他只能自立自强啊 好 波文帝人 这里要不要派一些作中骑士来帮忙呢 好 这一坨骑兵加工兵 后面有Vipe跟Hera的工兵紧追在后 但是MBL这里有个高地优势 直接展开对射啊 好 但是MBL怎么突然下高地了 这里好像控错了 好像喔 会出事喔 好 这里抖一下箭矢 欸 抖箭矢 继续抖 好 MBL抖得很开心 Vipe也抖得很开心 两边都在抖 好 现在不列碟人 工兵单位只剩下少量的几只 但是3TC 开农状态 遇到这些战毛兵真的是完全无假 因为他的内家已经没有呼吸了 MIP甚至可以用清骑兵 在他城镇中心内走来走去啊 聪明处只剩下26寸 呃 哈特直接被打到回黑暗时代了 好 上方这头兵力 最后是收干净了 好 重重骑士 赶快回救一下 这里不列碟人 被压制 被压制得很惨啊 外加不打工兵 槍矛前压转战矛 还可以打成这样子 真的是 HERA 太厉害了 加上Vipe两人联动 直接清理掉了一家 好 这里上亿人在到处逃难 哈特本身已经没有任何的战力了 但是伯关帝人的战力非常十足 好 不列碟拉了一头工兵想要往前 看可不可以压制一下意大利 意大利这边是有开始慢慢挖石头 但是宝兵还没有办法出 那如果打热纳奴手的话 打工兵对手又很容易射出 所以意大利人打工兵外加 其实是偏难打的 好 这边稍微反射一下 好 这里工兵继续走 好 NBL 这一坨村民 射了道德的一些村 好 这里关键 这一坨要怎么解 Vipe家里现在有两家军队 不列碟人跟布文蒂 两家的军队压到了农田 后面战毛兵来救一下 下方还是有许多战毛兵 在这边偷打 哇 这边死了一堆村民啊 这个战毛还是解杀村民的效果 还不错 好 跟战毛怎么打 中中骑士呢 别打 专心打后方的工兵就好 好 这边天台少年还是有在各种的 做操作 好 前方的骆驼吃光所有的重装骑士 后方的战毛兵继续往前补伤害 OK 接下来靠战毛兵应该是有机会解得掉 但是13只打7只战毛兵 好像有点心悔 哇 基本上要走得那么前面是怎样 哎呀 这个战毛兵好像没有碰好 好 走到这边是继续出战毛 好 开始转奴兵了吗 好 黑瓦这一堂大量工兵 哇靠 每一只工兵都有36滴血 好 麻烦 NBL 依索比亚工兵的优势慢慢减少很多 好 但是这时候伯恩帝人已经点下帝王时代 GL战队 现在还是目前领先了 说明处还领先20只村民 HART这边直接鬼转3TC开农 身为外加的不列电人就真的要自力自强了 因为他的队友已经没呼吸了 好 该把这一波跟DOT一起反推一下 NBL 这里盖堡 盖城镇中心 好 再敲 再敲 哎呦 这个瞬间敲起来 走速还是蛮快的 但是工兵一走进来 这个城镇中心能解得掉吗 解不掉 只能往右逃 但是应该就来不及逃了 这个村民应该是全部被射光 NBL的村民数降到了 只剩下一点点了 大概60几村 不多 62村 哎呀 好 这里骆驼 夾击一下伯恩迪 伯恩迪现在是最后的希望 开了非常多的城镇中心 看树游侠 能不能一打二或一打三 遭可能让队友的劣势 单回一城 这里普箭塔真是来不及 只能快选择逃跑 好 重装骑士 这边囤了18只的数量 三级马卡 游侠 游侠 好像点不下去 重装骑士 到地用时代 如果没有点游侠的话 这个体质会差很多 毕竟伯恩迪人是没有品种了 跟一半的骑兵果比 没有游侠 伯恩迪人 没有玩的必要 好 下方 重装 战毛兵 战毛兵 看到充斥车 OK 现在补列蝶人 重装 不不不 投死车配奴兵 这个打法是单挑也会看到的 变发变战毛怪的时候 出投死车 甚至转中头都可以考虑 但是补列蝶人 现在是城堡时代 中头目前是点不下去 那意大利人 地用时代很便宜 马上补下帝王 好 这一波奴兵 高达第一 Hera 越南的奴兵 赶快高地反击回去一下 好 这边中装骑士 给的压力很大 但是升级好一分半的时间 但应该是能解掉 这一坨攻兵 剩八指而已了 好 这里有一波小打斗 道特也转出了骆驼 好 达达人 居然是打骑士配骆驼 没有打草原骑兵 这边草原骑兵怕箭矢 好 骆驼这边就去按 印度斯坦 这里骆驼越来越多 好 往前压制 这里普攻地 游侠还有30秒 但是这时候撞到骆驼 会有点亏 好 骆驼还是硬上 不管了 先冲个一波 道特这里也是用骆驼 夹个一下 好 左边骆驼骑士混搭 这里要赶快拉骑士 去解掉投石车 好 投石车解完 好险 这边没有被砸了 赶快往前 好 这时候普攻地 终于有游侠了 但是骆驼家里也是有骆驼 帝王斯带还有两分半 下方的战毛怪也变成了强奴怪了 意大利强奴 好 追行投石机火炮 待会也要开始慢慢转出来 好 结果是转勒纳亚弩手 这还是转勒纳亚 左边的位置 但是Hera继续往前推进 MBL的攻击数也剩下一点点 重点是在加MIPER这里 普攻地游侠 能不能一打二一打三 就看这一波了 但是这一波游侠冲进去 感觉是被骆驼挡了下来 虽然没有重装骆驼 印度斯坦的骆驼攻击速度 还是很快 这个DPS还是给的很够啊 哇 这就是印度的骆驼 帝王之鬼 帝王骆驼 就只有印度斯坦之友 一般的骆驼就可以打游侠 好扯 好 普攻地剑撞 没有办法打死VIPER 还是要轨转打DOT 还是觉得还是要继续进攻VIPER 因为毕竟VIPER打不了的话 他的游侠待会会越来越无力 毕竟血量少了20滴血 影响力会越来越下降 DOT跟VIPER的骆驼 这边要再反击一次 帝王时代还有三四秒 这边在争取一些时间 下方普列典的奴兵 还在努力防守 这跑兵直接杀到了后排 哈卡这里又被再次收穿 但是这里是5TC开拢 好 这边游侠跟DOT跟VIPER的骆驼开打 但是看起来是打不太赢 又被反推回去 这时候AN战队的队友们一口气打出了决绝 我们恭喜GRO战队又拿下比赛胜利 哇 这个GRO战队联动打得真是漂亮 这一场最亮眼的应该是意大利人 前面出枪吧 还可以压得住 这个VIPER的内加 认真玩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虽然可以压得住 相当不容易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HERA跟VIPER中间这个联动 直接把HERA打出了比赛外 变成被迫三个人要打四个人 而且四个人还是顶接选手两个人 世界冠军还在对面的情况下 压力可想而至 非常大的 那伯恩帝人确实也打出自己的游侠特性 想要尽可能先把一加给压倒 但是VIPER的防守能力也是很好 这个骆驼 真是太猛了 一般来说一般的骆驼打游侠是打不赢的 但是重重骆驼是一定打得赢 但这个印度斯坦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 所以只要数量异多的情况下 伯恩帝的游侠还是勉勉强想可以打个55开 甚至有点小小优势的感觉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伯恩帝人拿到经济上的资源胜利 那其他人经济就差不多 伯恩帝人在这边是显得更有威慑力一点 这个资源量真的是猛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好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助要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